开运葱烧紫牌上桌了 保师傅指导的新光食品的冷冻年菜 这块热销排行榜第一名 哥哥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 2023年保师傅指导的国宴主厨小套餐 今天来给大家开肉 开肉大点开始 好 这样就看得到这骨头了 这一块我们今年其实缩小了份量 所以一般家庭很好用 然后如果你过年是大家庭的话 其实就是替你加一道菜 我们现在要来给大家切下去 看看它是否酥软 有没有很诱人啊 好 老师傅试吃一口吧 好 前面塞一口肉出来 因为啊 今天拆就拆下来 我们这已经说了几年了 所以它非常的成熟 这块肉非常的成熟 然后也非常的好吃 烧得很入味 很入味 江浙士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江浙士的过年 又有酱汁又有葱 这还可以拿来拌面 它就比如说白菜加冻豆腐 我们会给大家做二吃的哦 尤其是过年菜这么多 你一定吃不完 一吃完了之后 就算有剩一点骨头 剩肉 然后呢有剩一点葱 都可以充分运用 迷人啊 你自己一直吃一直吃 好啦 给大家推荐保师傅2023年 冷冻年菜哦 我们这次呢也是一样 你看你看你看 一下子拆股了 哥哥等一下 我拍照照片 我们今年呢 给大家准备的套餐 除了开运葱烧纸牌 还有贵妃牛腩宝 还有一个是奶油野菌纸包机 然后呢 透过王二瑶超级美食家的 订购连结 再送你两包 非常好用的八冬牛肉 新光食品热销的商品 今年新光食品 把保师傅的冷冻年菜 做成了礼盒装 所以呢 你自己用 送给人家用 都很好用 哦对对对哥哥 我们其实开卖了 三个礼拜 已经三个礼拜了 其实剩下的 已经不多了哦 因为他给我们呢 给我们超级美食家的 FB有限量 因为他给我们的 赠品太优惑了 所以大家要赶快下订哦 好